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各位朋友做线上的这样一个分享和交流 首先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作为一个过去十几年Leading的使用者,甚至叫爱好者 那么我在国内和英国期间主持参与了上百个交通访真的项目 期间不但陪伴了软件的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也见证了Leading从一个独立的产品转变成为奔特利现在大家庭中的一员 那么作为国内交通咨询研究的这样一个领先团队 Leading也成了我们手中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今天因为前面软件的工人 周总盈做了一个详尽的介绍,再次就不再重复 而具体的一些建模技巧,标定指标,软件心得等等 我相信奔特利专业的培训也最后会面面俱到 那么在今天呢,主要还更多的是基于我们过往 在国内外的一些项目实际推进过程中的使用感受和实践 与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 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它软件本身的组成和特点 第二个呢,也就是现在我们Leading使用最大的一个场景 就是超大型建筑的一体化设计,它产生的需求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人形仿真 在国内外应用的一些主要的领域 第四个呢,就是在仿真的过程中 实际上涉及到规划设计阶段和运营管理阶段 那么在这两个不同阶段,它的一些共同点和差异 第五个呢,也是选取了两个我们近年来做的主要的项目 一个是雄安高铁站,在雄安新区 第二个是杭州奥提中心 分别从规划设计和运营使用端呢 对大家做一个项目简单的实践的解释 那么第一个呢,我简单的说一说 这个软件的组成和特点 前面呢,这种也说过了 现在的Bentany的Leading呢 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Model Builder,也就是我们怎么建这个模型 第二个呢,是Simulator 也就是我们怎么来分析,使用,输出这个模型 那么现在新版的功能呢 其实全部集合到了OBSD中间 成为了Bentany整个平台中的一个环节 那么下面呢,是关于Bentany人形仿真的这个Leading的一些特点 这几个特点呢 并不是一个官方的这个归拿 是我们自身呢,基于使用的经验 总结出来 因为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呢 会使用到不同的软件工具 应该也说各有自己的特色和适用的领域 那么选择合适的工具 也是开展我们咨询研究工作中 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Fit for Purpose 那么 第一个特点呢 它丰富的输出成果和形式 可以有各类的图表 这个人物行动的轨迹等等 可以方便我们进行一些后期的处理和二次开放 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它的开放性和通用性 因为在一些专业的领域啊 比如机场 比如消防疏散等等这些领域呢 其实会有一些专用的软件来使用 但是Ligin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底层框架 对于后面的使用者来说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定制化自己有特点的一些 真正的执行方案和建模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 那么第四个呢 是关于多层级高理石的一个逻辑控制 对于这一点呢 我个人认为是Ligin最大的一个特色 它可以在做出相对复杂的一个控制条件 实现更为接近现实的一个仿真环境 那么如果各位使用者呢 有这样的一个使用经验的话 可以感觉到在Ligin中 它有一个叫做Directed Modified的这样一个功能 可以不断的迭代从一层到几十层 那么可以实现非常复杂的一个肯定性的这样一个控制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呢 使Ligin具备了能够准确模拟 大客流高密度多选择的 这样一个复杂建筑体内的人型特点 这也是我们在众多的交通疏流和场馆里面 选用Ligin做我们首要工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那么下面呢 这是一个关于Ligin人型仿真的一个 我们基本的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 是对他的一个人型的安全舒适性的服务水平 做出一个评价 从而来优化我们的设计和运营方案 强化我们的交通组织 合理利用我们的公共空间 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里有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把Ligin的二维三维和我们现场采集的视频做一个剪辑 这是北京的一个地铁站 这也是多年前的一个成果 那可以看到我们紧急疏散 时候人群的移动和它现实中的一个评估 这个后面有没有其他的解释 那个就调过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解释一下我们关于超大型建筑的一体化设计的需求 现在的城市设计建筑内的各种功能的不断植入 促使无论是交通疏流 还是文化商业建筑形式和内容 都向综合体的形式转移 形成了一个多元紧凑复合化的超大的功能空间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超大功能空间里面 我们的设计怎么才能实现一个真正的高效 达到当时业主也好 这个政府管理部门也好 做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初衷 它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和变化 以及对我们设计方来说 什么样的设计工具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 那么我们总结了一下 做一个超大型建筑一体化呢 他可能提出了一些从宏观层面来说 有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 铁种对于新时代输流的期望 空港的四行机场的需求 那么从微观来说呢 我们有大型建筑中的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商业综合体内的流量的导入和分配等等 均在当前的时代对我们的公共建筑的设计 提出了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需求 那么这一体化需求呢 从几个维度进行一个解释 第一个它是一个时间维度 那么从原来的仅仅从设计阶段 到现在从我们的方案设计和运营管理 全过程生命周期中的一个使用 那从我们的工具平台选择呢 我们也希望有一款工具 不要让我们重复的这样的更新 或者是做重复的劳动 它能够从设计一直服务到运营端 第二个就是一个空间的维度 从过去的地上建筑 现在变成了一个多层的地上的地下的 甚至地下空间比地面建筑更大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三就是一个功能的维度 整合了有各种交通模式 各种商业业态 第四个也是一个综合协调的维度 我们需要和不同的业主 和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相关者 在一个相对公平和客观的平台上 进行一个协调和沟通 那么以我们常见的 这个航站楼空港和火车站 等大型交通输流为例 我们实际上现在所正在开展的 和推进的 是我们输流内外的一体化的设计 包括我们的换成一体化 设施一体化和信息一体化 那么一体化设计在整个衔接缝合 不同的设计空间 不同的设计条件 不同的设计阶段的过程中 需要有一个相对客观量化的 分析的评价指标 而很多时候 我们将仿真软件赋予了这样一个角色 这也是我们一直要求一个高品质 这样的高精度的仿真软件的 一个内在的需求 那么下面这个部分主要结合我们自身 近年来的实际项目经验 对能行仿真应用的主要的领域 对象阶段做一些归浪 总体而言 我们的仿真应用的业主类型 包括了政府的相关部门 开发建设平台 无论是地铁的轨道公司 还是铁总 还是这个交头 包括这个资安总队 包括这个大型活动组织处 等等这样的 同时呢 我们也包括了设计的总包单位 无论是建筑设备单位 还是EPC的这个施工 设计的总承包单位 以及独立的咨询公司 第三个呢 近年来呢 也展现出了这样一些 对运营方活动组织方 他对整个人形仿真 对他整个方案执行的 这个一个助力 也逐渐被认识到其作用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想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整个人形仿真 应用的一个阶段 因为果果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 总体上是处于一个 快速城市化和大基建 大投资的阶段 因此更多的使用 可能是在设计阶段 也就是起到一个 辅助设计的功能 从概念设计到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等各个阶段 这个呢 可能占了我们前期使用的 70%到80%的这样一个体量 但是随着当前的 这样一个精细化管理 和集约化投资的需求的兴起 那么后期的运营端 后期的运营端 现在越来越爆发 起不断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 那也迫使我们自身 作为一个咨询设计单位 需要调整我们的 这个服务业主的方式 以及我们的技术手段 同时现在新兴的一块 就是我们的线下 本来已经是一个线下工具 属于一个这个离线的工具 但现在呢 我们也开始把做一些 二次的开发 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 把它从线下 朝线上 做一些实时端的一些延伸 可以作为员工培训 虚理现实 空间价值分析 等等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这些应用场景 从机场 火车站 地铁站 公交 会展 体育 商业 建筑 等等 是我们行人仿真软件 最常用的一些场景 但其实基于我们前面介绍的 仿真软件具备的通用性 和它的可控逻辑性 那更多的时候 可以针对性的 在一些特殊场景中 得到使用 比如医院 比如刚才说的这样一个 这个宗教建筑 包括一些特殊的其他的学校 等等这些类型 均可以得到使用 主要是要明确我们的需求 和我们想达到的这样一个设计目的 那么下面呢 也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和部门 我们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也就是原来建设部设计院 下面的交通规划研究中心 现在在北京上 还均有我们的团队 那么呢 我们的整个的部门的成立 和现在运营的宗旨呢 是一个建威支柱 建筑交通 关注我们中威官的 这样的一块内容 所以近年来呢 我们在国内 国外呢 承担了数百个 各类的交通设计 交通规划 交通咨询类的项目 而仿真工具 不仅仅是利景 包括其他的各类的交通仿真工具呢 也是我们重要的研究手段 如PPT展示 我们拥有一个非常经验丰富的 微观仿真团队 在国内外呢 都从事过大量的项目的 这样车型和人型的仿真项目 具有专家级的这样一个分析能力 也是国内设计项目最早 经验最多的团队之一 比如我个人呢 在这一块呢 可能已经有超过15将近20年的 仿真软件的使用经验 那么我们使用的这个工具呢 可能需要强调一下 因为我们使用的这样一个软件呢 并不仅仅是为了 完成这样一个视觉上的展示和出几张图 我们更多的是为了确实的考量我们整个体系的可靠性 以及它的这个可优化的空间 使用了较为严格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和建模的这样一整套的管理体系 提升了我们整个的可靠度和精细度 那么下面呢 就我们近年来吧 几个主要的场景呢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地铁站呢 可能是最典型的人行仿真的应用场景 那么国内呢 我们可能参与了近20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站点的仿真研究工作 包括了从北向拉 从沈阳长春 一直到这个广州深圳 那么举一个例子 这是1718年做的青岛的这样的一个红岛的地铁人行仿真的项目 它整个包括是一个三线换成站 是T型换成 然后呢是采用了站厅换成的模式 那么这个站点呢 我们也是基于这个地铁设计规范 基于建筑设计的方案和设计总体单位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沟通 多轮的方案调整 以及最后的三维视频的一个输出 针对这样的一个多线换成的一体化输流进行仿真 主要是为了评估我们的设施布局 空间使用规模的这个合理度 以及最后的组织运营方案的可考性 下面一个呢 也就是李景应该说这几年在国内 在我们这个团队使用最广泛的一个就是火车输流 因为随着新时代高铁输流的建设廊潮 以及赞成一体化的设计理念的深入人心 传统的设计手法对于应对复杂输流综合体的要求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那么近年来呢 我们与各合作单位一起为国内众多的大型火车交通输流 提供了完备细致的仿真咨询和设计优化工作 包括这样像熊安站 这个待会会具体介绍的 通州的副中心站 北京丰台站 新火站 杭州西站等等这些内容 那么如北京丰台站 北京丰台站呢 现在已经在施工的收尾阶段 这是一个大型的火车输流 包括了国内创新市的双层站台 也就是有朴树站台和高铁站台 那是分别在不同的层 加上两条轨道交通 以及南北公交输流 这样构成的一个 可以是北京市现在市内 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交通输流 那么北京通州副中心站 这个呢 是也在施工阶段 是亚洲最大的全地下站 所有的火车站 以及三条轨道交通的 整个都在地下空间展开 然后同时地上呢 有超100万方的上海开发 这一块的整体的区域交通 包括站内的行人和车型的咨询呢 也都是我们在承担 那么机场输流 机场输流呢 这一块呢 其实有它自身的特点 因为在机场规划设计领域呢 有它自身的一个行业要求 和工艺流程 那么业内呢 也有一些专项的设计软件呢 是在这个领域深耕了多年 那么我们基于Leading的这个通用性 也在国内的一批大型机场中 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 对我们工作的顺利开展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撑 那么比如近期正在开展的 就是基南的摇墙机场的T2航站楼 这个是目标连的是8000万的坑运量 那么我们本身也可以看到 对它整个航站楼 包括它的交通中心GTC 进行了一体化建模 就一个模型 解决了所有的楼层 所有的功能 包括里面的指廊 外面的这个按检和非按检区域 以及交通中心里的各项各层的设施 应该是国内现在交通输楼里面 建模面积最大 而陈述最为复杂 而流行功能组织 最为复合的一个模型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和各专业团队合作 把机场它自身具有的一些工艺流程的特点 比如时刻表 比如后机直机的流程 比如这个不同客流的它的这样的一个细分度 进行了一个应该基于力竞的一个前端开发 前端开发 那么做了这样一系列的整个优化工具 来保证我们项目的顺利开展 那么大型展会 大型场馆和大型活动 其实是人形仿真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应用领域 尤其是近年来啊 随着2022的冬奥会 2023的亚洲碑 已经各个一二三线城市均在这个 如火如荼开展的大型会展 和这个文化建筑 那么 我们在这些区域呢 也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咨询和研究 同时为了规避过去啊 一些地区由于缺乏 管控于啊 缺乏运营的这样一些准备工程 造成的一些意外事故 比如一些这个这个 防暴 比如一些人员的踩踏等等 那么现在呢 运营评估成为了主办大型活动 越来越必不可少的一环 那么包括 待会会重点介绍杭州奥提中心 以及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 2022年的冬奥会 篮球世界杯四元会 厦门这个亚洲杯等等 这样的一系列的工作 那么这里呢 我重点解释一两个 一个是我们现在 正在从17年到现在 还在进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 延庆赛区的这样一些工作 那么因为我 我愿意作为整个 延庆冬奥会的总体设计方 那么我们也将各类交通 下面是高山竞速结束区 拿着票钱广场以及雪车雪橇中心 那么根据我们使用的目的 和我们的这个 需求的不同 我们在高山的竞技场馆 竞速场馆 以及雪车雪橇的比赛中心里面 均使用了一件 做我们的核心的一个分析工具 当前整个的分析过程呢 和设计过程的均已完成 现场的施工也基本已经完成 那么我们已经从设计阶段 转到运营和管理阶段 不仅是赛时期间的保障 还有赛后运营 所以这也是待会我会重点介绍的 一个就是我们怎么从设计规划阶段 和后期运营阶段 打通整个产业链 这是19年的国际蓝联的世界杯的 这是在吴克松 如果北京的朋友们 可能会比较熟悉这样一个场馆 这个场馆当时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造 同时为了应对这样的国际蓝联的比赛标准 对它整个的平面布局 人流管控 急速上的方案 安检票检合路的设施的摆设和数量 等到进行了全面的一个预案的考察 同时基于周边的商业人形的特征 整个活动也为我们整个吴克松 包括蓝球世界杯整个比赛的顺利进行 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下面一个是北京园艺博览会 这一个又有它自身的特点 因为前面谈到的很多内容 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场馆内部 在我们的一个封闭空间里面 那么这一个它涉及到的 就是外部和内部的一个联动 有外部的这个开阔空间的 这样的一个安检和等候区域 也包括我们场馆内部的展成 人流动线的组织 以及最后的紧急疏散预案的 这样的评估等等这些内容 在本次汇报结束之前 可能会播放一个3D的视频 就是关于我们整个在 试园会期间的一个效果的展示 那么下面一部分是关于我们整个 规划设计阶段和运营阶段的 本身软件使用的一些特点 那么如前所述 我们整个例行软件具备了相对完备的 各种类型的输出的指标和形式 那么常用的可能包括了 这里看到的密度图 空间使用率图 以及一些从数字最后 我们进行二次的整理的 区域内的人数的统计 比如我们想知道一个区域里面 最大聚集人数是多少 紧急疏散的时候有多少人 以及它疏散的流率等等 紧急疏散的时间图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换乘时间 无论是我们做交通疏流 还是我们的这种商业综合体 它中间的 从两个目的地之间的换乘时间 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一个指标 其次还包括我们重要的楼扶梯的流率 设施的能力 以及行走时候的动线 是否有交织 是否有对冲 人流的转向等等这些内容 包括我们现在进行 正在进行的一些二次开发 也就是我们关于人型的视线 商业价值等等这些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大家可以看到 是我们基本的理解的一些输出的指标 和评价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那么它最核心的 其实就是我们一个称之为 服务水平的内容 服务水平的内容 而服务水平在结合国内 国外不同场景下的应用 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些标准 那么最常用的基本是分为A到F级 级别这个数 F越高 它的服务水平越差 人流密度越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分为一个步行区域 一个楼扶区的等快区域 一个静态等候区 以及机场里面 适用的特殊的一些标准 我们也做了一些归了 那么谈到刚才这些输出指标 其实它是分成两类 第一个是仿真的本身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屏幕 直接看到的 是个体中的移动 无论是二维的点 还是三维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它们展现的是我们在建筑类 各功能区的移动 空间的使用 排队的情况等等 第二类就是根据 理解它自身的输出模块 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Simulator里面这个模块 它可以自定义 各类的输出的记录 然后我们进行一些二次的整理 通过Excel表也好 通过其他的一些统计软件也好 包括它的密度 出行时间 刚才说的出行人数 通行能力 等等这些内容 那么这些指标和输出形式 可以根据我们自身项目的不同 以及针对了业主的预期的差异 进行就像武器库一样 你可以挑选出针对这件事情 最合适的一件兵器 来完成你的任务 下面呢 其实是关于一个整个的人型仿灯软件 它使用的一个阶段和角色 那么作为我们一个整个的咨询工作而言 我们可能最开始是交通预测 交通设施的设计 交通组织 以及交通评估和优化 这一块的内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其实需要选择的是 我们首先要构成一个模型 搭建这样一个人车交互的机制 其次把这个模型针对方案做出各类 前面谈到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的输出 评价体系的输出 以交通输流为例 我们可能需要包括的就是 如此多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 包括它换成时间距离 通道的宽度 服务的效率 炸机的效率 进出的时间 延误等等类型 当然有些可能是理解能够完成的 有些可能是理解要结合其他软件 一起做一个组合拳来完成 那么下面呢就是 关于整个的一个技术路线 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些大量的评价指标 分析手段和输出形式 其实呢是对于我们的整个 规划设计阶段和运营管理阶段 它均是适用的 那么在分析考虑的重点 和方案优化的方向上呢 无论是我们的设计阶段 还是运营阶段 它本身会有些差异 比如说在规划设计阶段 我们的建筑方案实际上是存在的大量的调整空间 我们的客流特性 一般为远气的一个高分标准客流 让我们关心的重点 其实更多是在空间的布局 建设的成本等等这些内容 那么对于运营段而言 因为我们图件方面已经建设基本完成 调整的空间几乎没有 让我们更多关心的可能是动线的组织 不同的工况的压力测试 比如一个大型场馆 今天可能是一个演唱会 明天可能是一个球赛 后年可能是一个联会 那么不同的这样一个场景的情况下 它的工况组织 它的人员的特性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那么我们从运营段的 就需要更多的考虑管控设施的排布 以及它的时效性 做设计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后才能看到 那么运营呢可能就是 今天下个月就能看到 那么基于力竞自身的特性呢 我们也是归纳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总体来说呢 我们是遵循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首先呢是我们完成一个数据的调研 然后模型的假设 然后数据的处理 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图面的处理 然后进行了一个 我们初步的框定 一个模型的这样一个技术框架 和它的速度条件 然后开始我们基础模型的一个搭建 基础模型搭建以后呢 我们要进行基础模型的一个标定 那么这个标定呢取决于 如果是对现有方案的改造 那么可能有基础的数据 可以帮助我们标定 如果是对一个完全新规划的站点 那么可能是要基于其他同类型的调研数据 进行一个标定 那么在标定以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模型数据的效合 效合 效合以后呢 我们这时候进行一个方案模型的一个调整 那么方案模型可能有不同的方案 可能有多方案的一个笔选 那么基于不同的方案和笔选呢 我们进行一个模型输出的 也是刚才选择我们需要输出的指标和评价体系 进行一个全面的方案的笔选和这个探定 给出我们推荐的一个方案 同时呢给出我们的这个优化意见 那么这个可能不是一轮工作 而是以多轮的工作 待会大家看我们熊安站可以看到 我们至少进行了七到八轮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这样一个工作最终协助我们的建筑设计方 运营方或者业主方确定了最终的方案 然后形成最后的报告文本视频等等内容 那么这一套工作呢可能是对于我们的方案设计 规划阶段而言 那么在运营阶段而言 其实是选取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对某些环节可能会更加的细化 有些环节我们可能要迭代的更多次 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预案 可能有预案ABCD等等预案 作为我们的一个备选方案 那么下面呢就针对一些典型项目的实践 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呢是熊安站 熊安站呢这个上图是效果图 中间这个图呢实际上是已经建成了 熊安站在今年已经是建成了 熊安新区的发展呢是国家的牵连大气 那么交通先行呢也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 所以整个项目呢是今年已经正式的通车 各位如果有机会呢可以去参观考察 整个站点呢成了这样一个 成了一个这样一个三条轨道交通 加上双城后车厅的一个这样的站行 那么其中还包括了公交大巴出租车停车云巴等各类交通模式 所以我们整个的输流呢也是把站内所有的公共空间 无论交通模式是哪一种做了一个集合化的处理 总体体现了我们整个输流不仅是高铁 整个输流内人流的流动和空间使用的效率 那么在此呢我稍微的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火车站点 铁路克云站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 甚至现在是四代加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到了四代加呢其实我们更多强调的是 零换成的快速进出站综合配套 战层融合的现代化的一个交通输流 那么过去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考虑就是广场 候车厅地面的站场 那么现在我们更多考虑的是 复合距离的交通和商业空间 不仅仅是交通 我们希望能来到这里更多的发挥价值 而不仅仅是一个过客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以雄安站为例啊 它是位于这是一个整体的介绍 十台十九线 十台十九线 然后整个的建筑面积呢超过三十万方 那么这呢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过程 因为当时是时间级任务重 所以雄安站呢我们从开始做咨询工作开始 大概是18年7月 到我们整个完成呢可能是19年年中 这样一个接近一年的工作 后面当然还有一些收尾啊 时工配合的内容 那么可以看到啊 从我们七月份拿到最初的方案 我们至少进行了啊 这样的七到八轮的方案的调整 沟通优化笔选 直到最后确定整个时工设计的方案 那整个方案的过程中呢 就是一个充分沟通和交流的过程 因为它不太存在说是这个交流报告结束 而是你直接融合到了你整个设计过程中来 那么它主要的一些蓝点呢 我们也归纳了 一个是它是双后车的一个 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新型暂停 新型暂停 它的整个轨道层呢是在中间 那么两个后车厅呢 是形成了这样一个三明治的格局 第二个呢它的客流大 种类多 高峰小时呢全数量达到近五万人 有十余种的这样的接驳形式 接驳形式 所以每种接驳形式它的运力 它的特征 它的客流等候情况 又有支撑的特点 那么整个输流呢 最后实际上是综合了 近十种这样的多种交通输流和商业空间 在一起的一个大型的模型 那么它的换乘形式也比较多 流线也比较复杂 那最后呢 当然就是这样一个时间紧任务中了 那么很幸运啊 在各位同事啊 以及各单位的配合下呢 我们也顺利完成了这样一项任务 这是当时的一些输出条件 包括了咱们最常见的平均密度 最大密度 国铁之间的换乘形式 轨道交通之间的换乘时间 包括它的服务水平的分布 站台等等内容 下面一个呢 就是关于我们运营端的一个仿真的时间 这个呢 是杭州的奥提中心 也是俗称大莲花 这是19年的一个项目 它的初衷是什么 它的初衷是因为阿里巴巴集团20年的这样一个庆典 也是马云的这个退休啊 正式宣布退休 那么在他也是整个杭州奥提中心建成以后 第一次满负荷的在承担一个大型活动 那么在此之前呢 我们需要做好充足的这样一个预算 不光是人流车流进场离场 包括过程中的各种人流的管控和引导 实现一个高效便捷的人流组织 同时呢 因为整个场馆已经建成不存在任何图件上提升的可能性 也没有轨道交通和周边的配套设施 那么更加需要呢 经济合理的对有限的交通资源进行利用 安全有序的实现晚会的路场和离场 那么这是一个实景 这平面以及当时的一个会展的这个活动举办的一个现场的情况 可以看到呢它整个容量是8万人 实际上呢 当时阿里及其这个邀请的宾客吧 超过6万人 超过各类阿里的同学超过6万人 那么当时是9月10号呢 从杭州的各个园区 酒店机场火车站的不同的出发点来到了奥提中心 整个时长啊 从第一批人到达到整个进场完成了超过三个半小时 超过三个半小时 整个离场啊 从会议的结束到最后一批人员离开了 也超过了接近两小时 一个多小时 那么高效便捷的组织各类人群到发场馆 而不仅仅是我们场馆建筑内 也包括周边的二层平台下面的各项这个道路资源和公共空间 那么安全有序的安排整个进出场的时间节点 各类人群使用的位置 以及他们的持续的排列 成为本次研究的重点 那么整个研究工作呢 可能比刚才这循环站的设计规划呢 要更加紧张 是5月份开始 直到9月份结束 整个过程中也是非常的紧凑 包括了各类的方案的预选 包括了这个压力测试 包括了现场的调度 以及最后的活动的胜利举办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运营端呢 它和设计端还是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非常落地的非常落地的内容 我们的整个的工作内容呢 以我们的交通仿真 其实也就是理解为核心 当时是做了三个主要方面的模型 一个是进场模型 一个是离场模型 也就是擅长模型 还有一个是紧急疏散的模型 针对这个特殊情况出现的预案 那么三个大的模型下面又进行了各类工况 不管是时间节点 客流人数 还是不同的这样的组织动线的测试 可能前后有几十版 不同的这种细分的模型 那么它包括了擅长人形组织 进场人形组织 紧急疏散 以及我们还同步开展了接驳交通 和标识标志的这样一个信息的设计 这也是我们想解释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仿真工作 已经逐渐脱离了最开始的一个地铁站 一栋楼里面评估一下设施的规模 哪里堵不堵 哪里够不够宽 这是它的基本功能 但不仅仅局限这个功能 我们更多的希望把它的功能做一些延展 无论是时间跨度上的延展 还是这个使用的层级上的延展 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外围交通 以及我们这个二层平台 包括我们最核心的分层散场的人数的变化 那么说到这里 这个分层散场也有一些故事 就是整个的人数 它是5万多人快6万人 那么分层散场 我们可以有多种方案 可以下面的线散 上面的线散 间隔两分钟 四分钟 六分钟甚至十分钟 那么针对这个 我们也和导演组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通过大家的智能手环 通过现场音乐 通过口令 节目等各种方式 是这个受众 不经意中被我们能够充分的调度 它的这个离场的时间 实现了我们整个离场的平稳有序 这个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平台的人数的一个变化 当时做了这个六层 七层 七层这样的全掌管的一个模型 包括中间掌管的一个平均疏散时候的密度 等等这些内容 以及我们最后可以看到各层擅长的一个耗石 各方向的一个耗石 各类不同类型观众的一个耗石 等等的一个很细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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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